歡迎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四月一號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威仁 首先在國關西島的是 總統蔡英文出訪 結束了紐約行程之後 今天清晨是抵達到了瓜地馬拉 進行國事訪問 請這個記者韓寅跟朋友組 帶您來關心來自瓜地馬拉的報導 好 總統蔡英文出訪 在台灣時間四月一號的上午凌晨 終於是抵達了瓜地馬拉 是由瓜地馬拉外長來親自迎接 而且現場的僑胞也是熱情 歡迎帶你來看一下現場的最新畫面 不過就在總統蔡英文抵達瓜地馬拉之際 當地媒體就傳出說 其實瓜地馬拉即將要派 這個高階的外交人員到中國 而且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說 呼籲瓜地馬拉要認清一個中國的原則 國際大事要早日做出正確的選擇 好像是在抑止這個台瓜的這個邦尼 也要即將申辯 不過總統府他其實也有馬上做出澄清 他是覺得說中國無權智慧 我國的外交事務 呼籲中國政府應該要這個 盡這個區域大國的國際責任 那麼外交部也認為說其實中國呢 趁著這個總統蔡英文出訪之際 是不斷釋放的這個假訊息 提醒國人一定要注意 那麼總統蔡英文呢 接下來會跟這個瓜地馬拉總統 假買蛋進行雙邊的元首的會晤 而且還會簽署這個台瓜的合作的協議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在瓜地馬拉 掌握到最新狀況 再將時間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 而昨天總統蔡英文是在紐約領取了 哈德遜研究所頒發的全球領導力獎 並且發表演說 但場外是有中國僑民集結抗議 總統今天會跟龐佩奧見到面嗎 謝謝謝謝 總統今天大家會談哪些議題 面對記者詢問沒有回應 總統蔡英文美東時間30號晚間7點 遞搭紐約的洲際酒店 為了領取哈德遜研究所頒發的全球領導力獎 不過這項行程低調謹慎 總府沒有說明出席人士 也沒有外界猜測的前美國國務卿 現任哈德遜研究所 中國中心的主席龐佩奧 哈德遜研究所是美國五大保守派智庫之一 並且有多位共和黨籍的前官員擔任學者 向來反共 因此這一次頒獎給蔡總統 也引來中國抗議 好 總統蔡英文晚間在洲際酒店領取 哈德遜研究所頒發的全球領導力獎 可以看到晚間從下午五點開始 中國民眾就在飯店外面抗議 中國抗議民眾緊跟總統行程 紐約警方出動大批人馬時刻警聽 就怕發生衝突 來參加頒獎活動的美國 傳統基金會創辦人佛納 也譴責中國的抗議行徑 並且表示希望蔡總統也能夠訪問華府 先前國安局長蔡明彥表示 中國動員團體來抗議 是給一天200塊美金的費用 中國僑民是急著撇清 一度跟臺灣媒體有言語衝突 蔡總統將在臺灣時間三十一號晚間 結束紐約行程 轉往瓜地馬拉訪問 四月五號則會過境美國洛杉磯 將跟眾議院議長麥卡錫見面 路透社指出已經有二十多位議員 報名參與 相當踴躍 記者韓英朋友組紐約採訪報導 前總統馬英九是仿中行程 日前會見了中國國台辦主任宋濤 多次提及九二共識 昨天下午宋濤陪同馬英九搭高鐵 前往湖南長沙 對於馬宋會提到九二共識 行政院長陳建仁就回應 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臺灣人民無法接受 至於馬英九讚賞中國防疫成果 還說臺灣處理武漢包機 給中國添麻煩 陳建仁批評 不理解 為何馬英九要驅從中國 兩人相對而作 氣氛融洽 前總統馬英九仿中 三十一號在中國國台辦主任 宋濤陪同下 從武漢大神高鐵前往長沙 宋濤表示 中國是全世界高鐵覆蓋率最高的國家 馬英九則稱 臺灣高鐵以轉輝為營 雙方就高鐵設計交換意見 馬英九抵達湖南長沙後 預計四月一號前往白石鎮馬家宴 去祭祖 掃墓 不過馬英九跟宋濤三十號會面 大談九二共識 強調兩岸關係由兩岸自己和平解決 行政院長陳建仁回應 只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臺灣人民無法接受 馬英九還讚揚中國防疫 提到臺灣處理武漢包機 給中國添麻煩 他為此道歉 陳建仁表示 無法理解馬英九為何屈從負荷中國 馬松會後國台辦隨即宣布四月一號起兩岸航線免PCR 改持二十四小時快篩陰性證明 被解讀做求給馬英九送上伴手禮 民進黨立委批評馬英九幫中國疫情粉絲太平 淪為統戰工具 國民黨立委陳運真緩加 中國是對臺釋出善意 曾命中強調馬英九仿中絕對會公開透明 捍衛中華民國的價值地位 記者 黃志杰 陳信龍 邱富財 台北報導 但您來看到今天的早餐書寶 首先來看到中國時報的部分 衛福部從四月起 補助國民年金一半的自付額 實施期限到今年十二月止 扣除原本就全額補助的低收入戶 重度生障者 預計將會有兩百六十八萬人受惠 立法院國民黨的黨團總召征民中就質疑 這是為了選舉大撒幣 接著看到自由時報的部分 基隆滬海公投昨天獲得了 基隆市府審查通過 將展開第二階段連數 中選會表示此公投已被行政院認定 非屬地方自治事項駁回 依法不得補證 基隆市府的認定 已經明顯違反規定 最後看到聯合報 一百一十二學年學測 報名人數大約是十一萬八千人 比去年緩升 但根據甄選會統計 三大升學管道中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今年報名人數都下降 放棄繁星入學資格者 也比去年多 大學和高中端的預估 應該是去年分發入學優勢 促使今年學生多想 朝分科測驗來努力 全林普發六千元 原先預計最快要四月六號才入帳 不過卻有部分的民眾在昨天就提前領到 發款的都是王道銀行 銀行這邊表示 是用自己的資金先發給登記入帳的客戶 王道銀行也對造成社會紛擾致歉 在經過跨部會協調之後 八家公股銀行都會在今天入帳 中信營也會在今天晚間六點前撥款 而中華郵政則是在明天發放 突然替我通知 有現金入帳 滑開網銀查看 不多不少 正好是普發現金的六千元 再出交易明細 全民共享發現金 不具特殊身份 提前領到這筆錢 讓陳小姐大吃一斤 不少網友紛紛跳出來喊加一 在三月三十一號就提前領到六千元 比政府公告的四月六號提早了好幾天 銀行出面說明這不是詐騙 王道銀行表示 透過自行先電款撥款給用戶 對於未遵守規範 純屬本行個別事件 造成一貨機困擾深感抱歉 寫著願經過跨部會協調 決定開放提前入帳 八家公股銀行四月一號就能收到六千元 中信營在一號下午六點前撥款 中華郵政考量一號為郵局發行日 擔心作業不及順延到二號統一發放 財政部也提醒民眾可以刷存折 登入行動銀行或網路銀行 查看是否入帳 摘藥或備註會有行政院發 全民共享發現金或全民共享 普發現金等字樣 根據財政部與數位部的資料 截至一號早上五點 已經有超過七百二十萬五千人 完成登記 今天是七名連續假期的第一天 國道北部各路段南下清晨五點多 就出現雍色車流 到六點多國道一號湖口服務區 竹北南向路段 還有國道三號土城三陰南向路段 都止暴時數低於二十公里 進入車站付費區及搭乘列車 請全程佩戴口罩 隨著口罩零松綁 少數旅客忘記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還是要佩戴口罩 雙鐵規範進入付費區 除了飲食之外 還是得全程戴口罩 台北車站週五下午 就湧現提前休假的搭車人潮 而北部國道都會區 也在接近傍晚出現車多狀況 高工局分析 連續假期五天中 以四月一號南下車流最大 北返高峰則落在假期第三天到第四天 連續假期天氣多變 四月一號 華南雲雨溪東移 中部以北雨勢較大 其他地區也有短暫徵雨 二號起 水汽逐漸收乾 三號到四號 各地大多位多雲稻晴 五號封面接近 下半天起 北部及東半部地區又將轉而有雨 連假期間雨勢最大的時間 還是集中在四月一號 收假日報導的封面將影響臺灣兩天 氣象專家賈欣欣提醒 長期預報資料顯示 接下來四月中旬到五月二十號間 大環境不力降雨 天氣將偏向穩定炎熱 民眾還是要節約用水 記者綜合報導 為了擺脫地域人型環境惡名 交通部修法提高對車輛不理讓行人的罰款 以及不理讓適葬者的罰金 昨天新智上路 全臺有兩百六十五個路口以科技執法舉罰 機車右轉 不顧行人穿越道上有人 沒暫停 沒禮讓 一路向前騎 被執行遠景給攔下來 交通部修法提高車輛不讓行人罰還 小行車罰還從原先兩千元 大行車兩千八百元 一率提高為三千六百元 另外 若是不理讓帶倒盲犬或首帳的市帳用路人 大車罰還加重到七千兩百元 小行車罰四千八百元 新智上路的第一天 北市交通大隊 也在行人較多的各大路口 擴大執法 交通部統計 去年有近四百位行人 因交通事故死亡 修法加重不讓行人 除了遠景擴大執法 全台兩百六十五個路口 也會採科技執法來舉發 今年還會增設十四個科技執法路口 另外也會同內政部 進行人型環境改善 預計今年將改善一千兩百一十八個路口 希望可以洗刷地獄人型環境惡民 記者需要過日台報導 台鐵太魯閣號 昨天行使花蓮 副里道東竹之間撞擊軌道上的牛隻 導致牛當場死亡 而前天也發生了牛隻闖入到軌道 遭到驅肩車撞死的事件 讓鐵路安全防護受到質疑 這起火車撞到牛的事故 是發生在三十一號早上五點半 台鐵四零一次 太魯閣號 在行津副里站到東竹站之間時 突然出現一隻牛 煞車不急撞上後 牛隻慘死 牛是從哪裡來 附近民眾也不清楚 台鐵工作人員一大早就在沿線清理牛隻 屍體 泰魯閣號鼻頭凹陷有輕微故障 旅客則是在往花蓮站後替換 普佑馬號接駁北上 對於花蓮沿線 每次有牛隻闖入 照事後找不到四組 感到非常無奈 此外 附近往北一公里處 三十號也曾發生過牛隻闖入事件 當時一輛四五零八次區間車 也撞上一隻牛 台鐵強調沿線都有圍欄 懷疑牛是從平交道進入 但鐵路警察局調查發現 圍欄邊似乎有維修門沒關 此外 為何花蓮飼養牛隻 沒有像台東一樣強制規定要植入晶片 對此 縣府農業處表示 因涉及罰款與正義 相關規定還需中央核定 去年十二月已將法案寒送中央 目前在等農委會含附 六福村動物園發生沸沸逃脫死亡案件 農委會林務局等單位昨天勘查 園區沸沸飼養場域 勘查後提出一個月內 完成防逃設施改善 六個月內全面植入晶片 並協助運用AI技術管理等多項措施 勘查六福村的車隊進入園區 沿途看園區的園裡等防護措施是否有損壞 而沸沸三五成群試散在園區 還有沸沸圍圈 悠閒享受水果大餐 看到人車經過一點都不怕 甚至好奇的想要接近採訪的車隊 農委會林務局協同新竹縣政府以及動物專家 三十一號前往六福村園區進行沸沸飼養及活動場域的勘查 尋找可能的缺失 外界質疑 園區的沸沸數量 以及當初都結紮了 為什麼沒有植入晶片 後續還是會找一些受益方面的一個專家來做一個討論 還有因為他們是用放養式的方式 所以你要每一隻要怎麼抓植入晶片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要考量的地方 而到底有多少隻沸沸 數量是不是一百五十五隻 如何精準的掌握沸沸數量 據動物影像辨識專業的農科院所長陳正文表示 清點動物數量確實不是容易的事情 他建議可以用AI辨識 另外也有專家建議增加沸沸場域的豐富度 大族群大到一點的時候 就會產生比較多的一些社會性的 大家彼此之間的一個爭擾 爭擾的時候就會有的時候 有的個體在這過程中可能就被迫要逃了 王英表示讓不同的沸沸族群 分別有休息及躲藏的場域 可以減少衝突以及脫逃的事件 而農委會主委陳吉仲進一步表示 31號的現場勘察後 將於一個月內調查清楚非被脫逃事件 並對外說明 對於動物園設施沒有完善罰則 農委會也計畫相關修法 加重市主管理的罰金 提高至三十萬元 另外也要修法 發生脫逃 導致主管機關協助圍捕所衍生的費用 也將由市主負擔 預計四月完成上路 記者 陳嘉欣 張友嘉 張君豪 王維雄 綜合報導 央行連續五波升息 加上平均地權條例過關 房市利空發酵 臺北市公布最新住宅價格指數 整體下跌百分之零點三一 北市新建案每瓶單價喊破百萬 總價破四千萬 但生活機能強 交通方便 人吸引不少自助買家上門談價格 不過這價格怎麼砍 就是砍不動 其實北市房價已經出現鬆動 根據臺北市最新公布的住宅 價格指數發現 去年十二月住宅價格指數為一百一十五 點六八 較上個月下滑百分之零點三一 出現半年來首次下跌 整體住宅的價格微微下修 平均單價每瓶五十八點三萬 而大樓的單價每瓶約七十萬元 公寓每瓶約四十八萬 而十五瓶以下挑高兩房的小宅 每瓶六十八點八萬 和上期相比都出現下滑 因為今年變數比較多 確實是有可能出現價格的修正 個案上面的狀況比較明顯 想要看到全面性的修正並不容易 房產專家認為 北市房價全面下修 短期內仍看不到 向民權西路這個新建案 已經在灌江打地基 工地施工人員無奈表示 因為缺工建材漲價 建案完工至少三年起跳 這幾年來缺工缺得很嚴重 那原物料都相繼的上漲 一到兩年會完工的那個建案 目前都要拖置三年左右 不過雖然房市利空不斷 三二九檔期依舊熱絡 北臺灣推案量約四千一百八十二億 成長九成以上 反觀中臺灣約六百億 年減近三成 南臺灣約八百七十億 年增六成以上 北中南合計推案量超過五千六百五十二億 成長六成五以上 建商分析主要是去年沒銷售完畢 三二九檔期繼續賣 以及考量獲利能見度 選在大選前推出新建案 粉散風險等 而且住宅推案量明顯下滑 反而商辦出現逆勢成長趨勢 記者黃瑞 張國良 台報道 台大化學系畢業生藍逸成 去年和中職的魏權龍隊簽兩年合約 成為所謂台大畢業的職棒選手 台大認為藍逸成找到興趣 容易嘗試 學校提供資源與多元發展機會 未來的路也不一樣 基本鏈頭精實體能課 魏權龍二零二二選秀新人 藍逸成進入球隊後 馬上見識到職業業餘 和學校的規劃與資源 完全不同 熱愛棒球又能加入職棒 可說是夢想成真 但建中棒球隊 臺大棒球隊的他大四前 沒想過會有這個可能 轉折契機是前臺大體育室主任 臺大棒球隊總教練 康正南引見他去新北棒球隊 接受專業訓練 康正南說藍逸成一百九十公分 又是左頭本身就有條件 加上有熱忱肯努力 學校能做的是幫他找更多專業資源 讓他勇敢去嘗試 康正南表示藍逸成或許不是唯一的特例 卻也代表了雙重生涯並非不可能 而臺大表示近年推行未來大學 並鼓勵學生跨院系學習 就是希望學生網友興趣的領域發展 擁有跨域能力進入更多元 今天下回吳家寶 臺北報導 調查封口廢案的紐約曼哈頓大陪審團 三十號起訴川普 讓他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遭刑事起訴的前總統 美國各納媒體三十號晚間都以頭版頭條的方式 播報唐納川普成為了美國史上第一位遭刑事指控的前總統 承辦此案的曼哈頓地區檢察官白艾榮辦公室門外 除了進行連線的媒體記者之外 還有反川普示威者 其中一位舉責的標語寫著把他關起來鑰匙丟掉 川普在2016年大選前為了避免婚外情曝光 曾經付了13萬美元封口費給色情片女星丹尼爾斯 封口費並不違法 違法的是川普與法律顧問的民意暴障 並涉嫌違反選舉法 而通過偽造記錄來掩蓋犯罪行為 在紐約事項重罪 由於起訴書尚未公布 具體指控外界上不清楚 但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消息指 川普面臨三十多項與商業詐欺有關的指控 川普發布聲明稱自己是清白的 還指這是史上最高層級的政治迫害 選舉干預 並向支持者求援 希望大家捐錢幫他打官司 而打從這個月十八號 他單方面宣布自己四天後將被逮捕之後 至今已經募集到了兩百萬美元競選經費 共和黨陣營一口同聲的指控 這是政治迫害 中院議長麥卡錫更是以濫權抨擊承辦的檢察官白艾榮 並表示將對他追究責任 而民主黨陣營則是稱沒有人可以凌駕在法律之上 美國憲法對於總統候選人的資格規定並不包括無犯罪記錄 因此起訴或定罪都不能阻止川普挑戰2024大位 上個星期路透社所做的民調指44%的共和黨人 認為川普一旦被起訴就應該退選 昆尼別克大學這個星期公布的民調 顯示百分之五十七的美國人認為若川普面臨刑事指控 應取消再次參選資格 百分之七十五共和黨受訪者持反對的看法 公視新聞王霍文編譯 今天凌晨地牛翻身 中部和南部是在兩分鐘左右 相繼發生地震 清晨四點 屏東三地門鄉發生了瑞士規模四點三的地震 高榮市最大震度三級 而在四點零二分的時候 苗栗泰安鄉也發生瑞士規模四點二的地震 最大震度是苗栗泰安鄉和三藝 還有這個苗栗市都是三級 就讓我們起來關心 今天各地詳細的天氣預報資料 本集中文字幕主題目 今天空氣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 這集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偉潔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這裡是收視頻的公司 今天宵視頻的公視 是非常高的 我們可能不相信 如果大家可以 開口的公視 每天遇到這些公視